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说明佛陀要讲《法华经》的一个因缘 那么第二个方便品就开始进入 我们看方便这两个字 就是全巧方便的意思 用佛法的专有名词来讲 这个佛有两种智 一种叫什么 叫实智 实实在在的实 一种叫做全智 全智就是全巧方便的智慧 我们如果按照实相的原则 注意 大圣佛法怎么讲都离不开实相 这两个字 实相就是无相 无不相 无相就是空心 无不相就是圆起 前面是性 后面是相 所以实字讲的就是本体空性的智慧 全字讲的就是善巧方便 有点缘起的智慧 这两个字注意到相辅相成 讲这边我再多说一句了 我们在讲所有有违法的时候 是偏重在讲相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跑眼就是讲 世间的有违都是空性的 那就是实智的智慧 可是大圣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就是以实智之体 行方便善巧之用 简单说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样大原则我们反反复复常常说 简单说就是万变不离其中 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把它简化 简单的问题也可以千变万化 这就根据义军的三个原则 便意 简意 不义 便意就是千变万化 简意就是简意的原则 不义的道理 不过一经讲的是世间法 佛法讲的是出世法 也兼世间法 小臣只有出世法 没有入世间法 大臣佛法是世间法兼出世法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刚刚讲的方便品了 其实也就是把前面的做一个总结了 再加两个十字全字了 以后还很多有关的智慧 其实离不开 刚刚讲那个大原则 名词不同 意思还是相通的 这样我们看东西不会听到这个 就像说我们现在在杭东南路 杭东南路在台北的什么方向 对不对 不会迷失掉这样子 好 下面说 基门十字品中 以方便品为主 那么开三圣全巧 显一圣的真实 全巧就是方便 一圣就是十字 一个十字 一个全字 上次没讲 我这是把它加进来 那这样一讲的话 整个那个逻辑就很清楚了 那么我们在以前曾经有提过 天台讲到 未权施施 那么 一直到废权立施 那么 不是 抱歉 为实施权 一直到最后 废权立施 为实施权就是为了达到显一秤的真实 所以叫暂时全巧方便开了三秤全巧 就是为实施权 最后废权 历施就是最后还是为了一时 就全巧就不要了 这是一个大的逻辑 好 下面我们就看方便品 第二次 下面就是他的介绍词 上次已经介绍过了 这边提到 诸佛世尊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事 而后面一个就是 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 那这个就是说明 这里面就提到诸佛世尊 注意到这个诸佛 诸佛不是一尊佛 所有的佛 都是有因缘在任何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成佛的 众生成佛的因缘到了 它就会来 就出现于事 这是诸佛出现任何一个世界的一个大的因缘 第二 而这个因缘是干什么 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 那这个因缘是成就什么呢 第一是天下没有比他更上的 顶端的 稀有是很少碰到 很难以了解的 你看它这个法制下面讲到第一稀有难解 用了这么多的形容词 修饰词 来形容这个法制 法当是佛法了 第一是很少 稀有 不是很容易碰到 而且是不容易了解的 好 下面呢 就说我们这边就是在读经的时候呢 字字句句都要了解它的一个殊胜的意思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事相 那么这个是说明佛的出现跟佛法 一个是佛 一个是佛法 佛说的就是佛法 难解之法 这指佛法 现在再从佛的角度来做一幅般说明说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做法事相 就是说只有成佛 任何一尊佛 能够根本彻底的 一丝一毫也都没少的 跟我们世间来讲不一样 我们世间就是说 我考九十分已经很高了 可是如果要成就诸法事相 那是百分之百的认识 彻底的认识诸法事相 能够见到出法实相的 开始见到了 就叫 天台叫分正即佛 见到了本性 见到了宇宙人生真相 真实的相 诸法就是世间宇宙所有的 把 everything 任何一个东西 彻底了解 一丝一毫也都没有差 讲白的这个意思 好 这是讲佛的境界是这样子的 那它这个境界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呢? 欲令众生开始侮辱佛的之间 它的对象是众生 就是我们众生 要开始侮辱四个层次 四个层次 就是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了 入佛之间 也可以说要同佛同样的之间 我们看六祖谈经里面 六祖开悟以后在六祖谈经里面说了什么呢? 就是说三藏十二部经全部都在心里面 六祖没有读书 我们讲的东西都是读过的东西 没有读过 怎么讲呢? 这个人没有知识 没读过书 我们读的都是这些了 可是六祖证明这个东西 为什么他没读过书 他能够有呢? 他能得诺贝尔奖吗? 绝对是不可能 诺贝尔奖 这个是很有学的人 读了很多书的 可是会能没有读书啊? 凭什么? 因为本质具足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们了解 六祖谈经 它说什么 我知道了 就是它见到实相了 它已经测误宇宙人生真相了 所以它讲出来的就是 跟诸佛相应了 心心相应了 禅宗祖是心心相应的 也是开始误入佛的执见 佛以念花加色微笑 微笑的是什么? 就是能够心心相应 能够了解这个 开始误入佛的执见 但是这个不是能够用语言文字表达的 所以才说 无有正法眼障 能够见到实相的就正法眼障 涅槃妙心 正如涅槃的妙心 就是见到实相 实相无相 就是这边讲的是一样的道理 佛陀 禅宗的开悟的进入也是一样的 没有二法 在佛的境界 为什么叫做一生法界 一就是不是二 一就是超越一切 没有二对立 在佛的境界没有二对立 没有对立 对立就是有盲点死角 叫一生法界 这个一不是一二三的一 一就是超越一切对待 所以才叫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这样的意思 好 所以这是 这是八号经 然后后面就是提到 一切众生皆当作佛 一切众生皆当作佛 讲得很重要的一个 那什么经就是涅槃经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这个佛性论 涅槃经讲的是很清楚的 没有三成 只有一生 而且还有很殊胜的是在 五着恶事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所以后面才提 诸佛如来 言无虚妄 无有余成 唯有一佛神 所以这个为什么讲方便品呢 虽然只有一佛神 但是没有方便 没有权就没有实 为实立权 重点还是实 废权立实 到最后还是为了实 但是没有权 我们达不到最终极的目的 所以这就是谈到 为佛与佛乃能究竟做法实相 这是天台中实如是的 我们后面再补充 所以 如来以方便力分别说三成 全是为了引导众生入佛之间的方便之作 例如一圣 才是如来真实教法的本意 如来是没有秘密可言的 我们比如我们学校里的老师 他老师摸过老师 他的讲义都不给学生的 没有 那是他的秘密 我的讲义都open 我怕你不知道 不怕你知道 怕你不知道 就是我们佛法的这种 类似就是这个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 这个后面的一个经文 上面是把前面的话 其实千言万语 浓缩在那几句话 前面那几句话里面 也是方便品的重点 二十四人从三昧安详而去告 这个舍利佛 诸佛智慧 甚深无量 其智慧门难解难入 一切身闻辟知佛所不能知 这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 为什么要跟舍利佛说呢 因为舍利佛代表的是 身闻圣的智慧敌 他是代表性人物 然后跟他说 诸佛的智慧 是非常深 而且是很不容易了解的 就是连身闻辟知佛 都不能知道 何况是 五着恶色的众生呢 那么后面就说 佛曾经亲近过 千百亿无数的诸佛 进行诸佛无量的道法 勇猛进行 凌称普文 这边就是我们上次 上个礼拜特别强调的 佛是亲近过很多的佛 吸收他们的能量 而且一个是对佛来说 一个是对他们的教法来说的 无量道法 而且要勇猛俊进 这样才是普文 成就圣生未曾有法 谁以所说 义去难解 所以他们的法都是 很深 是以前 十二部经里面 一种就叫未曾有 未曾有 就是以前没有的 现在才有 是我们闻所未闻 听所未听的 成就圣生 未曾有 但是他的说法是随意所说 意去难解 不是很容易了解的 因为不容易了解 所以佛说起来就有点什么样 非常婉转的慢慢的 寻寻善幼的来化导众生 所以他并不是在卖弄玄虚 因为不容易懂 可是他也不放弃 可是他有一种善巧方便来解释 所以为什么要说那么多话呢 都是有他的深刻的意在 所以一举难解 然后说以后 无从成佛以来 种种因缘 种种辟喻广言言教 无数方便引导众生 令离诸拙 所以者和 如来方便 之间 不恶密 皆以拒诸 那么这边就 再跟 瑟利佛说了 他说我成佛以来 因为种种的 因缘种种的批语 其实种种 因缘种种批语 就是善巧方便 就是全智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孔子 有教无类 就是寻行善诱 其实 佛陀就是这样了 用这样的语言 就是用那样的语 各位一听就懂了 对不对 孔子为什么是 至圣先师呢 有人说 历代诗话里面有一句话是说 天不生众你 万古如常业 就是说 天如果没有种你 在这个土地出生的话 万古以来就像 黑 常业一样 没有光明 我们用这句话来 说佛陀就像死法界的明灯 如果没有的话 那法界如常业了 前面讲孔子是指我们人间 我们这块土地 我们这块土地 有孔子来 交换我们 引导我们 有一个光明 可知一寻 那佛陀来呢 那他们就是死法界 一个是广大的经验 一个是在某一块地方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边就用这些 广眼言教 无数方便引导众生 你看这讲的就是全教 就是讲的文字多好 另离诸作 另大家都离开这些执着 所以此何呢 如来方便之见波罗蜜 方便之见波罗蜜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全智 就是说没有全智 没有实智 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讲堂 是一个中级 可是我们从每个人东南西北 坐公车 还是坐监狱也好 骑小号车也好 走路也好 开车也好 当然没有坐实顺记的 反正就来到这里了 那就是方便嘛 此地就是实嘛 全就是各种不同的方向的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建议具足 摄理佛 如来之见广大生圆 无量无碍 力无所谓 禅并泄托三昧 深入无际 成就一切未成优法 然后再说 摄理佛如来种种 分别 巧说诸法 言词柔软 也可众生 摄理佛 取耀言之 无量无边 未成有法 佛兮成就 然后下面就是 只摄理佛 不须服说 所以者和 佛所成就 第一 稀有难解释法 唯佛以佛 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有人说 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因为前面就是把 这一品的重点 把它先勾勒出来 我们所谓的勾悬提要 就把前面先勾勒出来 此地就正式说到 唯佛以佛 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所谓诸法 如是相 如是信 如是体力 如是做 如是因 如是缘 如是果 如是报 如是本末究竟 下面就有一个 瓜胡说 极具无量益处 我们不是叫 无量益处三倍吗 那无量益处 我们能够进一步的 在分析的话 就是前面说的 所谓的实如是 佛陀以正 实相境界 自非语言文之所能及 具一切智道种智 一切种智 根本智后德智 实智全智 我们刚刚不是讲了 实智全智吗 根本智也是 就是实智 后德智是后来 培养出来的 全智 所以这两个智 实智全智 根本是后德智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好 我们这边呢 就回头 这一大段 其实这一大段 是本方便品的精髓所在 所在 viewpoint 重要的观点 重要的观点 所在 好 所以你看他讲了这么多 这几个字是我们这边要特别 如来之见 什么叫如来之见 就是佛的智慧 佛的境界 佛的见解 那因此我们读 法华经 读佛经 就是要学跟佛一样的知见 一样的见解 一样的智慧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在后面 知见二字 今天我的这个地方就是 这次我们家的 花了很多时间 今天早上 我还稍微修改了一下 我们班长很辛苦 昨天晚上我就告诉他 新的 我又刷刷掉 然后想到又加一点 有时候常常会有些灵感 好 我现在稍微提一下 我先从世俗题来讲 这个 以前 我们传统的教育 跟我们现代的教育 有的地方 是有相类似 但也不完全一样的 现在教育在我读书的时代 大学时代 强调专业 你看我们professor professor就是一种专业 profession就是一种专业知识 西方人就讲一种专业知识 后来就开始有通识课程 对不对 现在有通识课程 很多这种 通才的教育 我们叫做专才教育 后来就因为 太专的时候 有很多盲点 所以就有所谓的 通识课程产生了 后来就慢慢开始产生 如果用传统来说 就叫博而能约 博就是通才 约就是专才 有通才有专才 有博而能约 比如说我们天台中讲 58教 58教就是通 我们现在的法华经 法华经就是专 那个通的是帮助我们专 专跟通 通跟专 一个博一个约 这两个是不能离开 所以我们在讲方便品 也要讲说 方便品在整个法华经 占的什么地位 须品占什么地位 后面一样 哪一个品占什么地位 不会离开它的通 也不能离开它的专 那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 是这样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在传统读的 现在比较不太读这些东西了 以前又读大学中庸 就是政治哲学 有通有专 有人跟人际之间的一些关系 比如说 格物自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个就是一个读书人 他就是要有一种见识 天下的见识 不是为我一个人家绷吃饭 吃饱肚子 是有一个整体的 一个 整体观就是整体的一个知见 治国平天下的知见 那佛陀一大事 因为出现一世 是他要在法界里面 他要有一个定位 要有一个佛法的传扬 一个战略计划是什么呢 正面讲的就是这个 佛陀一大事 出现一世 要让众生开始误入佛的知见 那哪一土的众生 成熟了呢 他要关机 这是他的见解 我只是读了书 我只想 好像就是为保自己 功成名就 只是我一个人而已 那个见识是非常小的 所以庄子才有一段话说明 等于说是 井蛙不可于海者 居于虚眼 就是我们常讲 井地之蛙 你跟他讲大海 他怎么知道 他一看天就那么大 趋势不可遇到 趋势就是说 这个人从某一个他的家乡下 他从来从生到老到病到死 永远都在这里 从来没见过世面 不可遇到 你说天地大到 天地有多大 他不要 他说就这么大 区啊 委屈的区 那个区就是一个角落 你看不见光 所以庄子也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因此我们谈到读书人 你看以前读书人 什么举人秀才 今次是干什么 他就是当县官了 当什么当什么当什么 经过治国平地下 有可以说你看 革治城镇休息治平 是包含他的一些研究学问的方法 然后还有就是齐家 然后那个时候的国 不是现在的country 那时候的国等于是诸侯之国 然后还有天下 那个时候觉得天下大概就是 东 这个四周都是蛮夷了 东夷西融南蛮北迪了 我们在中间 所以叫中国 东海西海南海北海 在中间叫中国 这样子的 所以这是 这个 所谓的读书人他的 见解是在此地了 所以你看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于智善 明明德是修养自己 等于说佛法的 智觉 在明德是智觉 明明德是觉他 子于智善是觉行圆满 只不过佛法的宇宙观更广 儒家宇宙观比较狭窄 以人为中心 四海之内 杰兄弟 四海之内都是一家人 这是儒家的文化 佛家的文化就是 众生都是平等的 更广 更如是 好 所以 以前的读书人 就是要培养 知见 所以我这边就提出 古书里面 你看 事先气势后文艺 世间的分为三个 技术 艺术 道术 技术是什么 各行各业都是技术 水电工也是技术 木工水电工都是技术 可是艺术就不一样了 还有道术 今天我们要建筑一个房子 要请工程师 请工程师一定也有水电工 木工 等等 然后呢 工程师是什么 工程师就是 我要设计通风设备好 很优美 我在环境里面非常安住 很安详 阳光充足 然后空气流通 怎么样 我住进去都非常的舒适 那就有艺术在里面 还有哲学在里头 技术 艺术 道术 我们不是常讲佛教艺术吗 我们在小云导师常讲道通于意 佛教艺术你看这个佛像 或者佛画 里面都是非常优美的 里面还有是佛教哲学 有道术 有艺术 有技术 光是艺术 只是行而下的东西 艺术望上就是道 就是哲学了 所以我们看三十二项 每一项都代表了无量功德 那个无量功德 智慧就是道术 不是很简单 所以这是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讲的 才艺是才华文艺 还有就是契度跟见识 在里面 所以读书要培养的是什么 契度见识 学佛培养的是什么 也是契度见识 后面我们看 这是知识通鉴里面 是唐朝人有一位写的 世之志愿者当先弃势而后才艺 世之志愿者就是他的才干 能够有高专原属的智慧的 能够当宰相的 能够自博平天下的 那个是什么呢 那就是要读书 要先弃势而后才艺 所以下面 我们现在看 范宗淹 岳阳楼 既先天儿子又而又 后天儿子乐而乐 这我想大家都读过了 范宗淹 这篇文章为什么变成范本呢 他里面 各位看 他里面就是说 藤子银 藤子经 他的一个朋友 到了岳阳楼 然后呢 岳阳楼这个地方 从古道经 有很多唐人等等的人 提很多的诗 文在岳阳楼上面 但是呢 多半都是后面有 啊 情 天情的时候 天开气郎的时候 如何如何 雨下雨的时候 如何如何 或者因为情而喜 或者以雨而背 这是古时候的文人 大概都是把自己的感情 借着岳阳楼而写出他们的一种感情 跟这个岳阳楼的一种 触景深情的一种感觉 大概不出四个字 情 喜 而雨 背 大概都是这样 或者我的遭遇 我在借岳阳楼发个牢骚 如何如何 对不对 可是呢 范冬燕到后面讲到什么呢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我不是因为外物 看得很美风景 我就觉得很高兴 天狼气景我很高兴 跳到下雨的时候 或是我自己 因为我这一身寓意不得志 所以我看到这边 就有很多的感叹 感叹我这个人这一身 屋主 郁闷很久了 都是为了我自己 可是后面说什么 居庙堂之高 择忧其名 处江湖之眼 择忧其击 就是说 我居在药堂当宰相的时候 我会想到我的老百姓 不是说现在我只要贪官 有钱就捞 或者是江湖之远 就是我隐居起来了 则忧其击 我还会关心 君王有没有好好的治理天下 不宜 不喜不宜己悲 在庙堂之上就忧的是老百姓 在江湖 隐居还是忧的老百姓 然 难则何时而乐也 后面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先天下之悠而悠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就是范仲淹的见识 就是这里说的了 范仲淹的怨仲淹好在哪里 好在他的high class的一种见识 一种跟百姓同 悠苦的一种感情 就是范仲淹当秀才的时候 都非常辛苦 住在人的寺庙里面 叫做断鸡化粥 有个成语 断鸡 那个字很难讲 怎么讲 不是鸡 那个一个草字头 一个好像一个旗字 锦派供 化粥 粥就是我们的吃那个 就是范仲淹吃西饭 就是说他辛苦到什么时候 因为冬天嘛 冬天怎么样 他的那个饭 那个残根冷饭 就结冻 然后把它割成几块 然后每一餐吃一块 每一餐就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营养不良的 这样过日子 但是呢 那个时候他就天下为己任 就说我这么辛苦 将来我得知 我不让读书人像我这样 大家都能有饭吃 天下没有鸡鸣 没有流浪汗 大家都能安居乐业 这就是饭中间的知见 为什么他的预养逻辑好呢 我们只会背啊 我不是讲吗 我们的国文就是 translate from 文言 into 白话 嘛 就是把文言翻白话 就OK了 其实他这里面有一个很好层次的一个逻辑 他的作诗作文 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尘埋得失 最深如何如何而感叹 他就是有这种宏伟的 像佛一样的 对不对 他希望所有众生都能成佛 开始过佛之间 所以希望众生都是如此 其实是类似的 这就是这边我们所说的气势 见识 然后文艺 就是范仲淹的名句 就是这样 我们读起来很多 就是先天下的幽儿幽 后天下乐乐什么呢 什么叫做先天下的幽儿幽 其实他用的文字很简单 没有什么 就是解释方面没有什么 可是里面有很深刻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后面 这个汉书里面也有一个很有名的霍光传 大家知道霍光是谁吗 霍光就是在汉朝里面有很了不起的一个大臣 辅助汉武帝这样的一个大臣 可是后来就出了一点trouble 可是后来就出了一点trouble了 他的太太卢俄罗就是卖官欲决出了一些trouble 那么后来好不容易呢 这个霍光的后来乱平了 我们这边就举这个例子 我们这边就举这个例子 叫做趋徒喜心 无恩责交头烂额为上客 什么意思 我这边有稍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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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这是一个预言 有一个家庭 他在做房子的时候 凸是什么 凸就是烟囱 驱是什么 烟囱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在里面烧 以前的就是这样出来的 叫做驱凸 可是这个做房子他没有 他就这样 在里面 心是什么 我们现在不是讲薪水吗 其实这个心原来就是木材 木材什么意思 我每月顶薪水 我才有木材烧 我才有甲崩 还可以吃饭 所以这个心就代表 为什么叫做薪水 心就代表以前的木材 以前没有什么 现在所谓的什么瓦斯 什么什么没有这个 就是主那些 我们小时候都还看到 这样散那个扇子 然后烟冒出来 后来就有炭 对不对 后来还有煤炭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 以前的火车也是烧煤的 然后 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 这样子的 我们小时候不是就这样吗 现在听到那个声音吗 没有了 咕咕咕 一点声音都没有 所以这就是说 这个人呢 他做房子的时候 他的烟冲是直的 他的那个心 心不能放在这里 因为会失火 所以要把洗 把这个切 这个心搬开 把它放在比较远一点地方 可是这个人呢 有人劝他 你把这个 凸啊 烟冲改为虚的 然后把你的财 把它放在 旁边 以免失火 就是这个人不听 结果后来果然失火了 果然失火怎么样 那邻居都来帮忙啊 焦头烂额 忙得焦头烂额 好不容易才把房子 幸好没有烧焦了 但是还好 这个 没有完全烧 于是这个人就很高兴了 就把左邻右侧 都请来 哎 来来来来 这次承蒙你们周围父老兄弟 你们帮忙 所以我的房子幸亏如何 罢 罢 罢了 就是 大家 请客 吃饭 可是呢 最早建议他 趋土吸星的 这一个人 没有请他 别人就说你搞错了 最大功劳的是这些 告诉你要趋土吸星的这个人 你应该 他是上课啊 你请这些人是上课 应该那个人 才是上课 根本不会失火嘛 我们所谓预防胜余治疗嘛 后这个人在想 我没想到 才请他 所以这就是这句话了 就是说 霍光传发生之后 很少人就要告诉皇帝 你要小心哦 否则会在国家 会造成一些 模糊的一些问题产生 但是皇帝没有听 等到这发生问题之后 然后才有人 哇 开始 来 这个 帮忙 如何如何 所以 这就是 趋土吸星 无恩者 焦头烂额 为上客 这一个 成语的来源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一个政治家 像范宗妍 他是先天 他是幽儿幽 还没有失火之前 他告诉你 永远不要让火能够冒出来 但是 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智慧 大部分都是 哎呀 天下已经大乱了 我来平定天下 哇 千古名将 就换句话说 政治家 就是属于 范宗妍这种人 君世家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什么 郭子瑜 什么 那些有名的名将 那些有名的名将 那都是焦头烂额的 最高的是政治家 君世家是等而下之的 所以这是 段宗妍为什么要先天下之幽 而幽呢 就是趋土喜心之际 后天下之乐乐 因为天下没事了 大家安静乐业 所以我能享受跟大家共享 共享快乐 那是有最高的智慧的人 所以 这种人 佛陀就是这种人 佛陀就是这种人 生老病死了 佛陀一看 他就在屈顶 尖跳着幽而幽 他就是屈土欺心 他先告诉我们 小心 我们这个世界 人生会发生什么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佛有四门关 东西南北 生老病死 怎么样防范未然 怎么样不让这个发生 这就是 这就是 这边讲的就是 见识 所以 这个 杜普 他就有一些画 杜普 其实各位看 我们现在所晓得 什么李白杜普 其实他们都是很穷的人 当时不得志的 杜普就是说 猪门酒肉臭 夜有冻死骨 听过没有这句话 猪门就是有钱的人 他的东西多到 酒肉都臭掉了 把他丢垃圾桶 可是野外有很多 没饭吃的冻死骨 没人管 我们看现在美国也是这样 很多那种流浪汉 有钱人很有钱 没有钱人差很远 杜普为什么讲这个话 杜普的话就是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识 我的读书不是为了我 放在唐书三百首里面 要流传千古 其实 他是有一种 同观再报的心理 这样子的一种心 还有一个就是讲 安德广下千万间大碧天下 韩世俱欢言 广下就是这些大下 千万间 韩世就是那些读书人很穷苦的 大家都不愁衣食无缺 那就是读书人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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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们刚刚用了这个 就是 防范未然之际 最为上车 军事为下车 为什么会有在孙子兵法里面有 上兵伐谋 对不对 其次伐兵 其次伐兵其下功臣 上兵伐谋是什么意思 他这边讲 用谋略挫败比 就是不占其人之兵 是最高的智慧 打仗已经都下了 不要打仗 所以《孙子兵法》虽然是一本战略的书 可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 它的见识就是最好不要打仗 不是我讲书法就是要打仗 希望不要打仗 这是最高的哲学 战争哲学是不占缺人之兵 其次才是借着万交手段 最后才是军事武力 这是孙子兵法的哲学 类似 所以我们看 如到佛的思想都是最高哲学 俱途洗心之际 最高的智慧 最高的智慧 最高的智慧是看不出来的 对不对 房子烧了我来救火 你这好勇敢 是很勇敢 是不错 要不让房子能失火 才是最好的方法 那是政治家 或者哲学家 或者宗教家 不是最高的 就是道 道同意意 你的艺术 你的诗 你的词 你的文 最后上的就是 行上的人生哲学 最了不起的是这个 好 这是 我们这边看 西属知见 这不同意 刚刚不是讲佛的知见吗 佛的知见 我们要把佛 那我们读历史干什么 我们读历史 就要读出历史的教训 历史给我们的一些知识智慧 所以 各位不要看老子 老子里面 那个 班姑 一文字里面就特别提出 老子就是讲 国家的成败得失 人的 国家胜在希望 人的成败得失 他就在看的是这个 我这边随便提一个 比如说 韩信 各位知道 自古道经 有一些一等一的军事家 其中一个就是韩信 没打过败 没打过败 各位要看 诸国亮都打过败 官公也打过败 还有一个白旗 还有一个桃朱公 汉范里 没打过败 还有一个岳飞 没打过败 这是很难的 韩信呢 这个人 我们就韩信这个例子来解释一下 韩信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碰过什么事情 受过胯下之辱 对不对 胯下之辱是什么 就是韩信 以前的古人读书也都带剑的 他带了一把剑 碰了一个不良少年 不良少年就跟他挑战了 你长个样子看起来像个人一样 人高马大 对不对 你什么了不起 来来来 咱们决战一下 看谁上下 韩信 韩信列传 这个很小的一个事情 实际记载 信熟识之子 韩信仔细看了一下 那个人说了 你不敢吗 你趴下来从我跨下过去 谁受得起这种侮辱啊 我有见的 你有见的 咱们来一下吧 韩信看一看 二话不说 低个头 爬过去了 普出胯下匍匐 一事皆孝信以为却 捞肿祸了 所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受辱 那私下还好 那谁能忍受啊 一事皆孝心以为却 捞肿祸 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是 是什么呢 韩信是个什么人 韩信是一个流浪汉 每一次都是到一个庭长 庭长大概我们现在里长了 到那边早上 差不多开早饭的时候 她就跑去讨饭吃嘛 大家流浪汉跑来吃 可是那个庭长的太太很讨厌她 这个家伙看起来不顺眼 然后怎么办 本来比如八点钟吃饭 我们七点钟吃饭 告诉大家 韩信一去 吃饱了 大家吃饱了 没有了 韩信就知道了 就一话不说就走了 然后就跑到河边 碰了一个洗衣服的奥巴桑 那奥巴桑一看她 哇 看你这个面黄鸡瘦的样子 就 就给她一些 很多东西 结果就 帮助她了 韩信就说了 将来我发达之后 我一定要报答你 结果那个漂母说了 无哀亡孙 期望报复 我不过是怜鸣瘦 她的父亲 祖父 也许是个有地位的人 可是我已经是落魄王孙了 我是怜鸣瘦 落魄王孙 所以哀鸣瘦 期望报复 我哪里是为了你 能报答我 后来呢 各位看韩信 结果怎么样 她到项羽那边 项羽不能用她 所以这个很重要 项羽是没有打过败仗 刘邦是 十次打仗 十一次失败的 我当时夸张的开玩笑了 可是项羽一败就一败涂地 项羽不会用人 项羽不会用人 刘邦会用人 比如说张良 韩信 萧和 很多本来都是项王的人 她不能用 我一个人了不起 我是项王 万人敌 韩信 还有一个 项羽是怎么样 她的祖先 她就是楚国人 她就是要报仇 秦国亡了楚国 我要把秦国亡掉 所以她才会有那个巨路之战 就能够打败秦国 对不对 那时候 她是所有诸侯里面之王 没有人是她的嫡手 可是呢 项羽各位看到 项羽在年轻的时候 她有她祖父项良 起来了 这个七祖八王 据说那个店 不是我们 就是那种 像顾文博物院有的那种 那种很重的那种 她一个人立人举顶 她什么一声叫 老虎都会发抖 那个项羽是多大的 叫做西楚八王 可是呢 她开始呢 练剑 练剑 练了一半 不练 这个是一人敌 就是说 我剑都厉害 厉害我只能对付一个人 那怎么样 读书好了 书是万人敌 为什么 我读了书 你看 诸葛亮 他不会做武朔啊 他是读书人 万人敌 读了一半也不要了 结果后来 这个 韩信 像语不用 所以有 就有刘邦用 刘邦用一半 不能用 各位看小说 我记得小说 我们读了 萧和月下追韩信 我觉得小学生都读了 萧什么 就是 刘邦说 你追谁啊 我追韩信 这个刘邦非常生气 这个现在 因为那时候 刘邦不时宜常常打败仗 他说 我那下面很多的 什么辣椒酱 豆瓣酱都跑掉了 你不去追 你追一个韩信 他怎么讲 他说 其他的家里 真的就是辣椒酱 豆瓣酱了 只有韩信 是真正的大将 这个是史记里面记载的 他说 好 我看你的面子 给他 当个教领吧 就说好像很不得已 他说不行 他要拜大将 什么叫大将 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的军长 这个师长 就是我可以带 一万部队 两万部队 叫军长 我说集团军总司令 集团军总司令 集团军几十万部队 那叫大将 所以才有 一个是萧河月下堆韩信 后面就有登坛拜将 登坛拜将 这个在小说戏里面都有了 我在看小说 我们看的什么野台戏 都有类似这些 好 一是 哇 他说怎么是你啊 怎么不是我是你 结果后来 打败将羽的是谁 韩信从来没拜过 没拜过 最后 韩信后来 汉高渡死了以后 抖罪呂后 对不对 后来就被呂后 怎么样 把他杀掉了 所以韩信又拜在一个呂后之下 太子公后面的评语说 对韩信非常的可惜 如果你修道谦让不至于此 修道谦让 各位看哦 谦虚的谦 谦让 你看这个张良 你看张良是军师啊 张良后来怎么样 从赤中 赤松之游 就离开了 以前勾建复国的那个是谁 那就是范里啊 范里成功以后 就写信给这个文总 文总都是政治家跟他都是帮他复国的 就帮他 他说勾建这个人啊 历史上对勾建都是正面的 其实他有负面的 乌慧长颈 乌慧就是乌鸦嘴 乌慧就是他的样子是乌慧 颈子有点长 这种人可以共患难难与处安乐 所以要走 文总没走就被杀了 所以呢 就是你如果修道谦让 那像范里 像张良 你就不会有这个灾祸了 好 我们在刚刚讲到这个韩信 我们还要讲一点 韩信 他有几个很特别的 他后来当了大将以后 首先找谁来 找淮英的那个少年 找来了 没有杀他哦 给他当了一个连长 他是集团兴总司令 你当连长 当时我不是伯伯杀你哦 我是不要用我的大将跟你小族拼了 所以就是他有见识 还有一点哦 他把那个票母就是帮助他的奥巴桑也请来了 给他很厚的厂识说 当时非常谢谢你给我这口饭吃 你看 韩信这个人 也有他的奇度 各位都晓得那个时候 那黎广有没有 黎广这个人当然大家都知道 黎广这个人当然大家都知道 黎广树鸡就是拍名了 就是我们现在讲 鸡就是齐 齐特的齐 就是破音质 就是拍名 就是命运不好 他有一次呢 他这个当大将 后来他后来就 因为某个遭罪了 就变成百姓 就经过一个城墙 就被那个城墙的军人就说 比如说现在五点钟你还不会出城 他说 我要出城 你是谁 我是顾将军黎广 那个人说 什么顾将军 我金将军也是不行 过了不多久呢 黎广就又被封为大将 他首先把这个人抓来 把他杀掉了 就是公报私仇 这是黎广 黎广拿很多优点 我是讲 黎广的气度就没有韩信那么大 韩信还有一点 韩信他还没有出得意的时候 他的母亲的墓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他说你们不要随便动 什么意思 就是后来他当了大将以后 他把他母亲墓重新大大修整 什么意思各位知道吗 第一次就是说 韩信他很早就有自己说 我将来一定是会成就的 会有办法的 很自信 所以呢 他有那样高的气度 会有那样的 这种 当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那种 千古少见的将领人物 可是 他就缺少了 刚刚讲了 道 修道千让 他觉得我这么大的功 谁可以能够 不看我的脸呢 这就是那个时候 长流传的叫做 高鸟尽梁弓长 脚兔死走狗棚 听过的话吗 高鸟就是鸟很高 这个弓很好 很高鸟我就打得到 我们小时候都去造业过了 打鸟干什么这样的 小孩的时候 梁弓长 脚兔死 脚兔死是这个脚兔 这个兔子是什么 专门是 这个 追猎物的 可是猎物没有了 这个脚兔怎么样 就赶快 变成 东令进服了 就变成这样 所以说功臣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易经说 老子说 功臣名税生退 还有易经讲 抗龙有悔 都是同样的意思 这就是道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 我刚刚讲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太子宫在写史记的时候 知道某一个人的优点 他的缺点 从很小的事情 以小看大 晓得你将来这个人是有出息的 你的优点是这个 可是你的缺点是这个 我能够用春秋笔法来加以褒贬 这就是我们的 史事史才史学史德 这史家很不容易 所以孔子做春秋而乱成这一支句 我刚刚谈的是什么 谈的是见识 见识是读书人 我们从小培养的这个问题 这是这一点 好 那么 还有一个是谁 就是张良 张良的刘侯论 这个刘侯论 刘侯 他封为封侯了 张良在年轻时候 各位知道 发生一个什么事情 当时秦国不是很厉害吗 秦始皇还得了 我们想秦汉秦汉 他曾经 目一个历史 历史就是大历史 武术很好的一个历史 叫做沧海军 到他去刺杀秦始皇 结果失败了 后来就有所谓的 夷上老人的事情 怎么叫夷上老人 有一个老人 碰到张良 他一看张良 然后呢 他就坐了那个桥边 故意把那个鞋子 把它掉下去 哎 年轻人过来 叫张良 你把鞋子捡起来 张良一看 什么回事 What happened 好好好 给我穿上 穿上 把他穿上 心动有点不服 可是 忍一忍吧 老人家嘛 老人家起来以后拍拍身体 哈哈 如指可教 三天以后 敌家 在这里 我们见面 嗯 张良一说 好啊 三天以后 三天以后大概 大概六七点来了 老人家已经等了 你这个年轻人跟老人家约怎么这么晚呢 去去去去 三天以后再来 结果呢 张良大概 五点多钟 就跑到那边等了 老人家又在那 你这个年轻人搞什么 怎么这么晚 跟老人家约怎么可以 再三天以后过来 再三天以后过来 又张良怎么样 张良就 可能就吃一些什么药 就不睡觉嘛 大概三更半夜 三点多钟就跑来了 哎 刚刚来没有就说 哎 老人家来了 就说 如指可教 就给他什么 黄石兵法 这可以当帝王师 就给了 各位看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太子宫写史记者非常小的case 他都写 以小见大 所以才有刘和论呢 刘和论是 苏东坡写的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 必有过人的解嘲 过人之解 披肤见乳 拔剑而起挺身而动 就像张良一样 韩兴一样 他不是拔剑而起挺身而动 这是血气之勇 此不足为永远 所以他说 古之有大勇者 突然临之而不惊 无物夹之而不露 突然加上来 我不会受你的惊恐 此去所夹持的盛大 而至甚远也 他夹持的盛大 他心中所爱 我是一个什么人 我不跟你们这种小族拼了 大将跟小族拼了 所以这就是留侯论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我上次跟各位讲过了 我在考高中的时候 不是有个题目 大勇与小勇吗 我就写这个 就别人写什么 大勇哥哥小勇弟弟 上山打老虎 好所以呢 所以我稍微跟各位谈了一下 我小时候 就受我父亲的教育很多 他就是 告诉我的就是这个 你读书 像读这些 你读书 就是要培养的是这个 你一定有自己的见解 不要跟别人一样 但是你一定有 言之成立 不可强势夺利 看到别人没看到的地方 就是古时候读书的人 就是这样 所以我 刚好我读了刘侯论 这个题目 就是 所以我为什么读了这个 我很亲切 我再跟各位讲一个 我在考 我上次跟各位讲 我从丹江考察班 考到台大 那个时候 出了一个题目 我的个性是这样 考试 如果是考记忆的 我考的都比不上别人 还有数理化学 可是 考的理解力的 就比较好了 这是我的特点 每个人的重点 有点不一样 还有一点我比较有耐心 这是每个人有他的 所以 那个时候 他出什么题目呢 出的是 《学问的趣味》 我就刚才 《学问的趣味》 我怎么写呢 就是说 时载寒昌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就是书中里面有黄金屋 就是我读书为了公民富贵 《书中自有黄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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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为了 为什么 为了公民立路 所以我后面就写 这种人 眼前只见 《公民二字》 没有学问的趣味 然后我再用 《论语》里面 一丹食一瓢饮 就是讲言回了 再漏相 人不堪其忧 虎也不堪其乐 还有孔子 饭书是就是假菜 这种 饭书是饮水 驱拱而种之 富贵与我入富云 这才是学问趣味 这是两个一个对比 其实这些话谁都会讲 但你不会把它做个对比 所以我那个 那一支考试 我们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是八十几个人考 外文系最多有100多人 最少的是考古系 当然只有各位书 那插班考 结果取五个人 我就以第一名进去了 我就评了这个 就是见识这个 用了这个东西 后来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记得 我们的老师 我还记得也是我的一个恩师 也是我的一个贵人 史刺云老师 这个老师 什么中文系 我们那时候一般大概八十几个人分两个小组 叫做历代文学 都要写作文的 作文题目第一次 读就是文学与人生 出售文题目 我就想了 怎么要写文学与人生 于是突然想起来 读灵感我就想 什么这个滚滚长江东湿水 浪花韬金雄 思维成败 转得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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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粉 我說這個就是三國時代的哲學 那麼《紅樓夢》 世事動民皆詢問 人情練答集文章 這個是《紅樓夢》曹雪芹的人生 蘇東坡的哪些詩 《經濟集》哪些詩 《隨著詩》 那就是《隨著人學與人生》 我就這樣寫了 我還有《守民》 各位知道守民是什麼 守民就是人民的名 守民就是排字工人 他的文學與人生就是白紙徽字 反正法 一個就是把古人的詩詞 我還記得的 哪些哪些 結果後來第二週上課的時候 老師突然叫我的名字 誒 你這一篇文章是不是吵的呀 我說 我就站在這邊 我說老師 我當場寫的 老師說當場寫 當場看 當場教的 我說到哪兒抄 嗯 非常好 非常好 你抄一個 給我 就這樣 我覺得這個老師 我跟各位開個玩笑 我當學生 那個時候有點調皮 譬如說我在淡江的時候 不知道淡江老師不好 淡江老師你好 不一定 其中一個老師也是教這種 那個老師實在是我覺得 照本宣科就是你這樣念念 根本想不出東西 我就懷疑你 你有沒有學問 結果我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就在寫作文的時候 我就假說 古人有詩曰 其實後面的詩都是我寫的 都是寫的實在是不怎麼樣 就是我自己照的嘛 我說考老師 你知道這是古人詩嗎 這是古人詩嗎 結果老師還詳詮秘點 我說各位把老師考倒了 各位看著我年輕的時候是多調皮的 所以我很感謝這個老師 這個老師 他就鼓勵你 因為年輕的時候沒有信心嘛 那老師一下看 覺得我還有科學嘛 後來更妙更妙的事情發生了 那時候我在考研究所的時候 我考的是福人大學 福人大學什麼 生育學 文字學 信物學 這都是我的弱項 都不行 不過福人大學有個 英文你一定要四十分以上 國文一定要七十分以上 還有你的專書一定要七十分以上 你才能過 所以總共是四十多個人考 準備取十五個人 那我考的是 後來取了九個人 我考的是第八名 差點沒考上 可是呢 我是覺得有一個貴人就是我這個老師 他在福人大學教書 那我就說英文我五十七分 超過四十分了 國文的八十幾都OK了 最後就口試 因為別的不行嘛 就是生育學 文字學 信物學都不行 老師對話 你來啦 我是老師我來 他認識我 他說 這一次 台大的作文題目跟福大作文題目 你覺得哪個好 台大的作文題目 我說是當年的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文藝復興與文藝復古 我說 這個題目 看不出 考不出程度 福大題目是什麼 事先棄世後文藝 就這個 就這個 我就說 這個題目 如果看都看不懂 這是考試程度的 看都看不懂一般人 對不對 這是真考試程度 結果老師說 這個題目是我出的 我才知道我答對了 我也沒想到是他出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老師確實就說 誒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 事先棄世後文藝幹什麼 我說老師 他 教書啊 就是這個東西 跟別的老師不一樣 別的老師只講 照本宣科 他就會講 他又講孟子 講什麼 就這樣子一個東西 給我一個 就說這個 所以後來有一次 我們的研究所 我堂都到老師家拜年 我就問他說 某一年台大擦班考 請問 老師你也不參加 他說我有參加 我相信我那年考上 也是他老人家在 那就是 對不對 那就是貴人嘛 所以 人生有很多很奇怪 OK 我們的這個時間 稍微休息一下 現在我們來看後面 啊 結果 中國藩先生有一個 黃仙喬前輩詩序 他說 古之君子 所以自拔於人人 這其有他在 啊 就是 能夠 比一般人 所謂的人上人啊 亦其氣勢 又不可良多而已 就是他的見識跟別人不一樣 讀書讀 大家你也讀 我也讀 我們在寫論文的時候啊 一般人就是這樣 我們寫論文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寫這個論文 因為 沒有人寫過這個論文 這個題目沒有人 我呢 所以要來寫這篇論文 這是一種理由 為什麼要寫這篇論文 我對這個論文有興趣 沒有人寫過 所以我寫 可是呢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哦 老是這個人家寫過了 我說不是 人家寫過 可是同樣的問題 你沒有看到 裡面有些特殊的地方 我看見了 你沒看到 第一個是你誤解了 或者你看得不夠透彻 我能看出你沒看到的地方 我們常講叫第三隻眼 人都有兩隻眼 我還有一隻眼 這隻眼就是氣勢 同樣一個論文 我的研究方法 跟別人不同 我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地方 那你怎麼樣看別人沒看到的呢 那就是我在 譬如說 我看這個問題 這個 我是用 譬如說 我們講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依奴殿 應作如是觀 這是金剛年講的 我可以用中觀來解釋 諸法不自身 亦不從他身 我可以用很多中觀的例子來解釋 金剛心這段話 可是今天換到我 一切有違法 什麼叫有違法 有違法 為世講 有心法八個 有心所法五十一個 有色法十一個 有不相依奴殿法 二十四個 總共九十四個有違法 就別人沒寫過了 我是從違世的角度 或者我從無違法的角度來看 同樣這個字 你這樣看 我這樣看 以前有違法 來這樣解釋的 對不對 那無違法呢 以前想 那無違法是什麼 無違法就是空 可是我一直想 六種無違 或者我們想 所謂無違 離開有違 有無違 那是空性 空性都是無違法 那大不樂經 大制度論 大制度論有十八空 都是無違法 你所寫的 所以我記得以前有一個 李治夫教授 文大的 就是法古的一個 很有名的一個老教授 比我年紀還大 大概十來歲 然後他有一個研究小組 專門研究 陳維斯論 研究這個維斯學的 然後呢 到學生研究完了以後 就找了一些我們台灣的一些 學者 就是類似 有關 把學生的論文 讓這些學者看一看 你們對於他們的這些 這個他蠻好的 就是說 我是指導老師 那麼我找了七八十個學生 來從同樣研究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問題以後 我希望呢 能夠 大家來討論一下 那我們就去 我也是其中一位 就有一個學生 註解 有違法 一般有違法都是解釋 有生有滅的叫有違法 幾句話 就是有違法 你要詳細講的 中觀講的就是 生滅來去 依依斷腸 都是有違法 欸 我就說 你是維斯學 你為什麼不用 白法明門論那個 剛剛講的有違法 有違法有 九十四種有違法 那才是合乎這個 意思就是這個意思了 就同樣一個東西 你可以用這個角度思考 我可以用這個角度思考 也可以用這個角度思考 也可以用這個角度思考 你要把它融會貫通 同樣解釋一個問題 我們要解釋 就剛剛講的 有違法這幾個字 你說有違法就是有生有滅 完了 無違法就是不生不滅 完了 也就是幾個字解決了 可是你要詳細解釋的話 就不是那個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那樣子 這就是 能夠說同樣一個問題 我跟你同樣看 可是我的角度跟你不同 或者比你高一層 或者從某另外一個角度來 思考同樣的問題 可能所看見就不一樣了 就這樣 所以 好 剛剛說了 其有他在 氣勢不同 世之以平賤而慢咽不加喜氣 靈之以大憂大乳而不亦其常 氣以諸未也 什麼叫做氣 就是他的氣量 比如我們剛剛舉的韓信 韓信就不跟人家去 計較那些 跟那個 淮英少年 注意到我這邊還談一個 剛剛不是講嗎 韓信看到不良少年 跟他挑戰的時候 《史記》記載 信熟識之 熟就是那個 成熟的熟 那個熟 可是沒有四點 熟就是 仔細地看一看 如果翻譯過來這個意思 史記有熟識之三個字 漢書沒有 後來我就看到有一個學者 日本一個史記會讀考證 他就記載了 說 這有什麼差別 他說這就代表 漢書 漢書是班固寫的 史記是司馬遷所寫的 可見 司馬遷寫的跟他不同在哪裡呢 就是 他用熟識字就說 比如說我是韓信 我看到這個人在侮辱我的時候 我心中會不在意嗎 我當然要仔細看一看 我要就think over 我要去想一想 我要不要跟他拼了 還是忍下這口氣 小不忍則亂大謀 就在熟識之三個字裡面顯現出來了 所以你看這就是 同樣看文章的時候 多了三個字 少了三個字差很遠 他說 這個史記的見識就是高 他把他內心細講出來了 各位不要看 我再舉個例子 秦始皇出巡的時候 前呼後湧 結果 劉邦看見了秦始皇 那樣 那種 前呼後湧的狀況 他說了一句話叫做 《大壯夫當如是》 《大壯夫當如是》 結果項羽也看見秦始皇那樣 他說 《彼可取而待之》 這就是史記描述的 各位看看 這就是語意心理分析 現在我們講的語意心理分析 比如說我是劉邦 大壯夫就應該像他那樣 非常羨慕 很羨慕 做人就是這樣 你看 郭風光 就要這麼有錢 這麼有威士 這是羨慕的眼光 像也不是說 《彼可取而待之》 我要取代他 你看 這是霸王口氣 就是心理分析 你看 他沒有寫出來 他只用翻譯很簡單 可是裏面的意識 一般人看不懂 《彼可取而待之》 對不對 我是用現代語言 語意 我的語言表現我心理的狀態 就好像你感覺這個人物 好像一個動畫 好像活生生的活在我面前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古人寫文章絕不隨便寫的 像我們佛心一樣的 沒有廢話 都是很斟酌一些畫在裏頭 這樣就是我們培養 培養氣勢的地方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韓信就是有他的氣 否則韓信跟家一拼 大概沒有韓信這兩字了 歷史上沒有韓信 也沒有張良這些人物了 這些人物 或者也沒有陶子宮這樣的人了 好 下面就是 靈之以大憂大乳而不易其常 氣之為也 智足以西天下之為盲 明足以破衣以之故 視之為也 下面我們就舉了 信代人講 曾國藩 曾文正公 其為近代盖有史以來 不一二堵之大人也 其為我國 亦全世界不一二堵之大人也 這是良體超說的 還有 至古 聖賢可配不可學 唯曾國藩可配亦可學 曾國藩在明年說 為天下之智成 能勝天下之智巧 以著成為處事之原則 這邊我們要稍微提一下 鄧國藩 最近五百年的大人物 大概他可以算是數一數二的 他說不僅是中國 世界也是這樣 允許大家不要 鄧國藩他的發達很晚 很晚 他的特點是什麼 就是艱苦卓絕 不是說 出生就是很了不起 如何如何 不是這樣 他是非常辛苦 一步一腳一慢慢走出來的 聽說有一個笑話 就是鄧國藩在苦讀書 一般人有時候考上精神 十幾歲就考上了 他苦讀書剛好他家那天晚上 就有一個賊來想要偷東西 就爬到樑上 等個半天 到了山根半夜 他還在讀書 這個賊實在等不及了 他就突然講話了 他說你讀到現在都讀不書 我聽都聽熟了 鄧國藩說你是誰 有人跳來 意思是什麼意思 他實在是笨道 是不是這樣我不曉得 我就聽一個故事了 讀書山根半夜 年輩都說我聽都聽熟了 就是鄧國藩跟他講 你要好好的讀書 你就不會當賊了 據說那個人就回去好好的 就不當賊 坐著後來考上秀才 鄧國藩是苦讀出身的 人是很正直一個人 據說他還自殺過三次 他自殺過三次 沒死 後來他憑他一個人 沒有錢 沒有人 當時在官場他也不適合 然後一不一腳印的 能夠憑定 太平天國之亂 這是相當不容易 各位不知道 我們的老蔣總統 跟大陸的毛澤東 都很佩服一個人就是鄧國藩 以前軍中有讀書叫做 曾左治兵語錄 就是鄧國藩 胡林毅 左宗堂 治兵 我在軍中還讀過 怎麼樣治兵的 我們要讀他的書 他們是什麼 其實他們都是守無伏擊之力 就是憑了什麼 就是讀書 近代人物裡面 是很少見的一個人 所以我們這邊 看到鄧國藩的名言 為天下之治成 能勝天下之治巧 所以老子有一句話很妙 叫做大巧若濁 還有一句話大家都知道 大智若愚 鄧國藩就是屬於這種人 他的哲學就是什麼 他的哲學有個很有名 叫做花未全開月未圓 求缺哉 他說人生不要求全 這是一個很高的哲學 這是一個很高的哲學 我們剛剛看 韓信為什麼會被殺 如果他知道這個道理 適可而止功成名稅生退 沒這個事情 這就是人生哲學 很高的一個人生哲學 好 我們最後提一個是陸智 就是這個人我們很少聽過 這個人 就是在什麼 唐朝到唐末的時候 天下大亂 唐德宗時代 在這個 亂金千金萬馬之中 他厲害在哪裡 他可以建議皇帝 某些事情 只要皇帝按照他做 這邊有一個例子 說明 車架拨錢 就是皇帝流離在外 招書旁鞍 就是下招書 非常的繁忙之中 撒旱集成 就是拿起筆在馬上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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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寫出文章出來 然後 就可以怎麼樣 不復起草 不打草稿 我們常說的 不打草稿 然後就 若不經事律 好像不假事說 想都不想 就寫出來了 寫出來結果怎麼樣 這樣呢 集成而奏 就給皇帝 皇帝就 發出去 無不趋盡事情 重於機會 就是 婉轉合一失禮的契機 掌握重點 言語中肯 就是佛法所謂的權制 然後怎麼樣 同志者 無不拱手 叛復 就是所有同官人 我們都不行 所以你寫得出來 我們都沒有辦法 招架 這麼樣的匆忙之間 寫不出來 不不用所述 故 行在招書史下 雖武夫漢族 無不徽氣即發 就是這些造反的部隊 一看到這個招書 大家就把武器放下 你看沒有 這就要不戰屈人之兵 可是你這個必須要合情合理 他能了解你們寫什麼 他們知道你們是什麼問題 我可以來解決你心中的 為什麼我會造反 我是不服嗎 我看了一種 我服了 我就不造反了 投降了 無不敢棄 私奮成竭 這是陸智 後來當了唐朝的宰江 這種人也是千古很少的 左衛我們剛剛講了 不戰屈人之兵的 這是真的人物 不是小說編的 後面我們再提了一個 就是 《紅龍夢》說 是一個非常高的人生哲學 所以看 《紅龍》代表了什麼 富貴榮華 《夢》代表什麼 《夢幻泡銀》 也就是說 富貴榮華就是夢幻泡銀 然後賈家那個什麼那些 都是在富貴榮華之家 結果後來變什麼 就是夢幻泡銀 所以裡面有一個夢幻泡銀 是一個很重要的 在裡面 裡面還有個賈寶玉有沒有 有賈寶玉就有真寶玉啊 寶玉代表了什麼 是如來仗 如來仗在蒙城之中 所以後來最後賈寶玉怎麼樣 賈寶玉出家了 經過那麼多的患難 富貴榮華就是一場夢啊 後來出家了 道盡人生的這個道理在裡頭 我們可以說它是個小說 國際有個知名叫做《紅學》 《紅學》就是專門 中外現在很多來研究紅學的 很有名的 就《紅龍夢》的學問 它有文學價值 還有藝術價值 它裡面那些字畫的那些表示 那些裝潢的那些 哇可以研究啊 是這個這個 可以研究很多東西 都在《紅龍夢》裡面 這個很有學問 才能寫得出《紅龍夢》出來 才會成為所謂的《紅學》這樣子 好 總言之 讀書貴在培養學養見識 達到所謂的《金氏之用之學》 如是而已 我們講《金氏之用之學》 今天我們在講什麼呢 佛陀這個《如來之見》 就是《如來來精略施法界的自用之學》 我們一個是講 儒家所講的《金氏之用之學》 《佛陀講》了 也是《金氏之用之學》 不是只是弦學理論 這個道理很高深 如是而已 那是没有用的 它必须要有体有用 比如说实质就是体 全质就是用 它是要用在日常生活 用在世间的那个才是 所以我们这边 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解释 如来之间 就是实相的时间 就是开示入佛的之间 这个 世间的学问 我们讲到 华言人讲到 世间的有为法 跟初世的无为法 两个是分不开的 实质全质 两个分不开的 世间学问就是全质的学问 初世的学问是实质的学问 然后两个合期 就是即世间初世间的学问 这就是伏法了 伏法进行在此地 好 下面再看 广大深远 圣利佛如来之间 是广大深远的 无量无碍 利无所谓 禅定 谢陀 三美 深入无际 成就一切 未曾有法 好 现在我们就 后面 提到 十四 四五味 后面还有什么 言语柔软 有八音 四五爱便 等等 还有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 什么 实如是 现在我们稍微的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 佛的实质力 事无所谓 就是明相的解释 就是说 这是佛的执见 注意 这是佛的执见 我们刚刚讲的是 世俗 那些 政治家 哲学家 他们的执见 现在是佛的执见 就不遇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了 就是实法界的了 推而广之了 现在我们稍微看一下 什么叫 事无所谓 看 事无所谓 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是右边 种词之根 决仪打报 这就分为十字跟全字在里头 什么叫种词 各位看种词这两个字 种词我们佛教有个叫做咒 对不对 什么什么咒 比如说 愣言咒 什么咒 什么咒 什么咒心 这个咒就是 这一部文 这一部经的 经水所在 有的时候 这个心的意思 比如说 心经 有人说 心是什么心呢 它这个心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 般若心经 就是六百卷 大般若心的 经要所在 所以这个心字 是一个经要的意思 借着心经一百多个字 把六百卷大般若经的 隆重全部都含塞在这一部心经里面 好 我们看这边咒 总词 文一切法 常能受持 意念不忘 总词就是说 把所听闻的一切法 因为这些佛都是跟着很多佛 都可以把这些所文所知所见的都能够受持 受持就是听进去 寻之有一句话说 读书要入乎耳 住乎心 行乎四肢 行乎动静 入乎耳就是我听进去之后 住乎心就是keep in mind 我把它记下来 不乎尸体 我做出来的就是我听进去的 不乎尸体 我行出来的就是这些 然后一动一进 我都是一教奉行的 这个就是 第一个 总词 文一切法 常能受持 所以佛经不是看得完的 它是 好像我吃进去的东西是养分 我能够视之吸收 那个吃才是有营养的 不是吃进去 一般吃进去 如果没营养 那就是有害身体了 知根知诸众生 差别根性 说法隐及 知根是什么意思 你看佛是一个叫自觉 自觉是我自己的 觉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全知 全知就是说 我知道众生 学佛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前 是每一个人的众生都是有关系的 差别根性 这叫因材实教 不同根性的人 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我们要按照它的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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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别 说法 印记 合乎它的根基 就是第二 第二 知根绝以 凡有疑惑 悉能 剖绝 令得 开 解 解 决一 就是能够晓得别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注意到 我们一般叫学问 学问 一般英文叫做 knowledge knowledge 是知识 可是学问是什么 学了就是要问 学了要问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中庸讲的 博学审问 圣诗明辨读行 博学审问就是问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 佛的知见 什么是佛的知见 这都是佛的知见 实如是是更详细的说明 佛的知见 佛的知见 简单说起来就是见到实相 详细说起来 佛有实力 佛有四五位 佛有四五外变 这都是佛的知见 都是要我们成佛的过程之中 都要慢慢培养的 不是说 这是佛的 佛是他了 令到的事了 是你的事跟我没关 不是哦 不是这样哦 是要我要受用的 就是我 我们每一个人 Everyone哦 我们成佛的人 都要慢慢培养的 全智实智 实是本体 全智是用 是有体有用 才叫精识自用之学 刚刚我们说 儒家的思想 不是只是舍学思维 作为研究学问 写写论文 得到学位 所以如死而许升官发财 如死而已 不是 是能够利益人情 就像范中烟 先天下子又又后天下乐乐 这样是有用的学问 不是一种 我创造一个哲学理论 我是一个开山的一个哲学家 如何如何 不是在建构这个世间的那些东西 这样子 所以读书要经过 审问就是审慎清楚明白的 审问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这样说 对不对 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读论语有句话 学一篇第一句话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 有朋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请问有问题吗 没问题 我常说 没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 请问 为什么把这三句 凑在一起干什么 你就问孔子 你就问孔子的弟子 这他们记录的嘛 孔子就是说 弟子听到孔子说 我就把它什么 write down 把它刻在 以前那时候 没有这些印刷的东西 那时候都是刻在竹简上面 叫做撤嘛 撤论嘛 所以我们台语说 读书叫 读撤 撤撤嘛 撤就是 竹简上面嘛 撤撤嘛 就是读在竹简 我说 孔子我把它刻上去 诶 路是而已啊 你问我干嘛 问孔子啊 问他的弟子 可是各位看哦 学而实习之 第一个 学而实习 实就是要practice 学不是学问 他是必须要去做的 各位看哦 习是什么意思 习是一个羽毛 羽毛它的解释是鸟坐飞也 坐飞就是小鸟看着母鸟在飞 我去看母鸟怎么飞 你看我们看老虎怎么样捕食 而他的小孩也看他怎么去捕食 小孩就学他那母亲 小鸟学母鸟 所以小鸟学母鸟 要去practice 要去实践 不是只是看着他唱戏 所以叫 学了就必须要去实践的 实习之才叫做学 他的精神不是知识 他的精神是知识跟实践是分不开的 这是学而实习之 第二句 由朋友致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两个什么关系 你要看 我怎么解读 学而实习之是我自己觉得很快乐 可是大家好朋友 大家可以共享 大家一起来读书 互相讨论 好高兴大家都一起学 不是我一个人学 读学而无有 则孤诺而寡闻 大家都知道 这是学记里面的 要大家学 这才有乐趣 所以说 一个是读学之乐 一个是共学之乐 不一样 第三句 有朋友致远方来 不是 最后一句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这什么意思 跟前面有什么关系 我的学问 是为了要成就我的对于生命的认知 人生做人的哲学 不是为了公民富贵的 即使别人不认识我 不了解我 不是书中只有黄金屋 书中只有颜独语 不是为了公民富贵 不是为了别人而学 那就是君子 他的学问是自己受用 不是炫耀别人 看我得到什么学位 我比你有学位 我可以赚大钱 不在这里 学的精神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三个密切结合有它的意思 有它的意思 我们再仔细看 这还有 什么叫做学 学上面是一个这个 是冷击臭了 两只手提膝 学其实上面还有一个就教育的右边那个 那个是一个一只手拿着一个教鞭 从旁边侧 然后有一个蒙有没有 蒙是什么 叫蒙学嘛 小孩学叫蒙学嘛 就是把小孩有一个蒙 英文叫discovery 就是把这个蒙把它打开 人而不读书 牛马而进去 就是人不读书不知道 干什么 所以人跟情说不同 人要读书 情说不读书 所以牛马而进去 我穿了人的衣服 那跟牛马上不读书的 我们读的书就是读到古人的智慧 古人的这些 教育的这些东西给我 怎么样做人处事 怎么样子 人生哲学 所以小孩后面就是 你看从上提起 从旁边侧 还有把小孩的懵懂 把它揭开 咔咔咔咔 这什么意思 是变化气质 这叫学 学之为原觉也 觉悟的觉 我们佛者就是觉 觉中原觉也 所以我们小英党 这叫做觉之教育 觉之教育一个学 我们传统学就是觉的意思 教跟学其实是一个来源 教是两个叉叉 一个小孩 然后旁边一个这个 就叫教育的教 没有那个蒙 没有这个 也没有这个 那就叫教 所以叫教学相长 对不对 这就是 学而实习是 学的意思在说 学就是觉的意思 然后呢 不宜悦悟悟悟什么 我这个悦是什么 悦是我心中 好爽啊 读书中的味道 书中很有味道 可是乐不是由朋友致远 乐就是大家都来了 好高兴哦 看看没有 一个是自得之乐 是指在我心中 心旷神医的 宜然履顺 焕然冰是 读书的快乐 enjoy myself 我觉得很快乐的 乐是什么 大家都来了 那是显现在外的 那就是乐 人不知义 不亦俊 运 运 人不知而不运 运是什么运 运就是说 路跟运是什么不同 路是表达的 我好生气 运是什么 我没有表现出来 我心中很不爽 很污足 污足就是运 我还在这里面 各位看哦 你看这里面多少学问啊 这句话你要去研究 可以写个硕士论文 可以写个paper 至少可以写个paper 对不对 你不讲就是 从小就像背 儿子一直都像背 随会去研究的 可是里面就学问了 里面就学问了 很多 所以说 刚刚就是要审问哦 博学我们在学的时候 都要问坏坏坏坏 审问 所以因此说 就是说 我们说学问学问 教学像当 教育什么叫教育像当 教育也是一种学习 学是一种学习 教育也是一种学习 另外一种学习 我会不一定会讲 我以前说 好像会了会讲 其实上台不是那回事 这也是用学习 教学办 一半也在学习 乡长 对不对 所以这都是学习里面的 所以说我在学习的时候要问 其实教的时候也要问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 也在问呢 一个是我问我自己 一个是我们分享 学问学问 学了就要问 所以各位看到学问这两个字 就是很有学问的 对吧 从来不会把学问就是学问的 那里去嘛 那就是学问嘛 可是中文这两个字里面呢 学问 问你看一个门 有个有个口 对不对 为什么要问就是说 是谁啊 你在门口一直问嘛 虾米郎 萨郎 一定像吗 这叫做问嘛 问是说 在门的旁边 有人又来了 我就问 是谁来了 就是问啊 这个门其实是两个户了 单户叫户 双户叫门 两善的叫门 单的叫户 我们现在都是一样 门户门户 感旷呢 其实不一样哦 古时候门是门 户是户 不一样 还有酸 有没有 开 有两只手 盔 有没有 打开 这两只手 打开 一个的 没有手的 酸起来了 这是会议词啊 看没有 其实我们文字里面 像型指示 会议形成转动甲介 一般的所有的文字 都是从像型指示 一个是像型 一个是像意的 一个是抽象的 一个是具体的 结果其他的文字 所有的从埃及等等文字 又变成平音字了 就说像型指示 又变平音字 我们再来 会议形成转动甲介 这是我们文字的特点 就是以行为主 刚刚讲了 这些就是文字学了 里面还有生育学 信物学 都在里面 这是我们一个专门学问 我们中文学专门懂的这个 也不多 我们也是 我们学的是什么 这是common sense 我们一般人说 我不是专门研究文字学的 那我只是一般的尝试我有 对 对 所以我在开始教大义国文的时候 那时候在福人大学 教大义国文 有同学讲 老师 凡体质跟简体质 应该叫正体质了 为什么他们要简体质 凡体质跟简体质 有什么不同 哪个好 那时候刚好他们的提上简体质 我就说了 我说简体质 当然有的简体质 比如说 里一连石里 简体就是这样 那是古质 里一连石这边一弯沟 那个是古质 那是古质 不同的在哪里有个很重点 简体质破坏了六数的原则 原本所有硕文解释都会看出来 这个文字从怎么怎么怎么 慢慢演变出现在这个字 从大传小传 历书 凯书 凯书当然是在晋朝有的 以前秦朝 秦朝是历书 秦朝都是历书 好像李诗他们写的都是历书 那时候没凯书 凯书到了晋朝才有 都有来源的 是有来龙去脉可行 跟西方人不一样 英文 又是拉丁我来 又是什么什么 我们是义贯之 几千年就是 还有一点我注意 我们现在读了所有的经书 已经有两千年了 晋朝到现在两千年了 我可以 我们现在可以 直接读两千年的智慧 西方人就不行了 三百年前 就是考古学的了 因为主的一直在变 我们是行为主 然后因跟义随着变 所以你看凯书就没有再变了 行书一直到历书 小传 前面大传小传 就没有变 一直到现在就是凯书了 对 还有一点 我们学的 这所谓繁体字 简体字很容易学 可是学简体字要看繁体字很难 所以我们伟大就是这样 我说你们简体字啊 我一看就懂啊 可是你简体字看我们繁体字 你们在说什么 对不对 本人他的自知学习中国的 对也是一样 也是那些 就是 有的不一样 有的有不一样 怎么 带族步 带族步是大丈夫了 可是带族步是很耐用的意思了 就用不是不是大丈夫的意思了 他们用的一些语言就有点变化了 好 现在就是刚刚讲了 就是凡有疑惑稀能否决令得开解 我这边说明就是我们求学问的过程中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因为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受到传统 就是受到我们现在教育长大的嘛 但是我也受过传统教育啊 就中文系的教育等等 也碰到很多老师 我们现在学的东西就是说 大部分都是史记 我们所谓的贝多芬啊 没有一种审问的思考没有了 比较没有审问思考 其实不是 古人不是这样啊 对不对 刚才看孔子 学生问孔子答 每个学生不一定完全一样 一才是教 它是很活泼的 可是呢 现在教育之下 就是 什么填充啊 什么选择啊 什么就没有那些精神了 好 下面 就是 谈到什么呢 答 决疑答报 凡有 问难 稀能答报 不为疲趣 这就是说 最要学佛 要训练的 无畏一种就是 答报的 无畏 就是能够常常有问题 禅宗有句话 很值得我们去看 不疑 不悟 小疑 小物 大疑 大物 所以要 要 疑的物 那个物 才实在 没有什么好怀疑 本来就这样 那个 比较学不到东西 不过我这话说回来 禅宗所谓的 那种的话头 不是理解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说 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如果用 理解的话 就是 佛性 就是本性 就是实相 本来面目就是说 父母未生前是无始节来 没有生前的 我不是有这个形象的我 那就是我的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就是实相 他的另外一个名词 other words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文句而已 但是他不是用理解的 他是用实践的 那个 就是证悟的 就是禅宗的本意 禅宗注重的是实践 是这样的意思 好 这样呢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是 是无所谓 就无所畏惧 对不对 有的人怕的是什么 就是说 我最怕别人问问题 各位不知道 有没有碰过老师 有老师说 各位可以在下面做任何事情 但是只有一个 不可问问题 他就照本联科 为婚日子 为什么让你们说问题 大家要交换吗 你不要问我 问了我 没有办法回答 那我们交换好了 你们个人做个人的 我不管 我念我的 到时领寻水就好了 好 那不是我们想说学问学问 学了就是要问 碰到问题就是要有这种 经过疑而后 这样子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信仰的方式 OK 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刚刚讲的是一个事无所谓 总词是总一切法 知道能够受持 知根就是跟众生能够了解众生的不同的根性 而加以善巧的度化 决于是有任何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让对方能够心开意见 我们有个成语 就是宜然礼顺 焕然冰湿 有没有听过 宜然是一个树心旁 一个台湾的台的简血 宜然就是心中很愉悦 听了这个道理 宜然 礼顺就是合乎逻辑 就是这样 这个道理是很有道理的 很有逻辑的 礼顺 焕然 焕然是三件水 就是换东西的换 改个三件水 好像一个冰 一个冰固定的冰 整个解掉了 焕然冰是像冰一样的 哦 是这样 我了解了 焕然冰湿 宜然礼顺 就是说 能够把一个道理 能够让听的人 宜然礼顺 很高兴地接受 很高兴地 能够听懂 接纳 这样子 就是 就把它开解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另外一个就是 能够回答 所有的这些问题 好 另外呢 是五位 一切智五位 一切智可以看这个 一切智这三个字 对于一切诸法 尽知尽见 就任何的 一切就是 我们讲到万法 万法 任何的 这些道理 都能够了解 尽知尽见 都能了解 其实学佛 就是学智慧 不过一般 读书都在学智慧 那读书的智慧 是世间的智慧 学佛的智慧 还有是初世的智慧 我们刚刚说了 什么气势那些 这些 世间那些的 智慧 那就是一种知见 那学佛还有 是初世间的智慧 所以叫做 一切诸法都要能够了解 所以佛法是 所以梁启昭先生说 佛法是智慧的教育 不是你 反正接受就对了 不是 叫性解 经过解 解在经过行 在经过正 才算是 否则不行 也就是一切至无畏 下面漏尽无畏 下面有说 佛的五柱就近二十永王 以后我们把五柱这两个字 一个专有名词 简单的说 就是见识或成识或 跟无名或 见一份柱地 诗一份柱地 无名柱地等等 就是五种 这个世出世间的道理 要把它漏 漏就是烦恼 在世间的智慧 我们叫有漏的智慧 就是功德会漏掉 无漏的就是我们功德不漏掉 功德不漏掉 有什么条件 就是要正入空心 空 我以前常常在强调 空不是一个不存在的 空是代表没有障碍 没有格爱 超越时间空间 没有死角 这才叫空 五柱的智慧 是必须要正入到空 当然要详细地说 一个就是我空 一个就是法空 所以我们谈到 某柱有共某柱 就是 共某柱是世间 要出离世间的 所以佛法 它的一个目标 是要 出离世间的障碍 那就是要达到我空 我空就是 没有主观的我 我们要了解 一个世间的东西 世间的任何一个 都会有一个我 什么叫做我 一个说 爱就是我 其实这边有一个就是 我就是 不管你是 比如说朱士百家 明家 什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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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哪些哲学家 都是有个我 都有个主宰性在这边 有个主宰性 它就有一个格爱性 我就跟别人对立 我就跟非我对立 世间的人讲来讲 就是有一个我 就是个主体性 所以孔子说 无意 无必 无故 无我 意必 故 我意 就是我的揣测 必 就是这样 没有别的 只有这样对的 固执固执己见 我不听你那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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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对 我才是专家 我才懂 你不懂 无必 无故 无我 我就是主观的见解 孔子没有说 无我 但是就是要出离 我的主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孔子要去除掉 就是已经往这条路上去走 可是孔子没有讲无我 无必 无我 这个无我 是没有我的主见 跟佛法的无我 不是一个意思 所以呢 出离世间的 叫我空 出离世间的 叫法空 世间跟出世间 没有对立的 那个才是 菩萨 佛所说的 才能够 达到这边 所谓的 二死永亡 二死 一个就是 什么死啊 分段生死 还有一个呢 是有个身体的生死 变一生死 是精神体的 深入一灭的生死 所以更深的就是 变一生死 所以新经的第一句话说 观自在菩萨 就是一个观自在菩萨 是能观的我 行生菩萨 菩萨 所观的法 然后 所修的对象 五蕴皆空 照见五蕴皆空 能够达到这个等 度一切苦 度一切苦 度一切苦就包含了 分段生死苦 跟变一生死苦 才叫度一切苦 所以这个苦的概念呢 跟我们以前讲了什么 行苦 坏苦 苦苦 对不对 那个三苦 更深一层的 变一生死的苦 三猪一灭的苦 永亡 那就是成佛了 就是这边 所讲的漏尽 所以有个叫漏尽通 漏尽通 至少基本上是阿罗汉 就没有烦恼了 下面 说藏道无畏 位于藏道之法 能知能说 所以我们看到中观 是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造中观 当时在印度 他造中观的意思 就是根据大布鲁经 根据了阿罕经 然后建立中观 要破邪显正 破邪显正就是藏道 邪根 那些就是 在印度呢 比如说 有所谓的 96种外道 96种外道 都是属于藏道 没有达到究竟的 就叫外道 佛法是心法 所以 能够有这些的 包含 事无所谓 实力 还有十八不共 这些就是说 没有障碍了 不过具体说 没有障碍 有什么功能呢 实力 十八不共 事无所谓 都是没有障碍的 这样一个意思 不要光解释 它是 只是佛教的名相而已 不是这样 为什么刚刚说 会能 没有读书 他为什么能够 三藏十二部 都可以 都在离许呢 就是他没有障碍 这样 开悟看什么开悟 所以说 破一封无名 正一封法新 有四十一品无名 对不对 我破了一品 所以 华文经说 出地不知 二地师 二地不知 三地师 如果我是出地菩萨 我也不知道 二地菩萨境界 我到二地菩萨 我也不知道 三地菩萨境界 等皆菩萨 还差佛一品 就到佛 这点是成佛的 才能 All OK 才能到他们这个程度 所以就不贵人大师 应该是前次就已经受到佛 对 已经有相当的修行 所以在禅元诸前 基督序里面 这个中密大师 在禅元 他是唐末的人 他说禅的来源里面 他后面学到一个道理 很有道理 他说 我们常讲顿悟上是很重要 很好的 但是天下没有顿悟的 所有都是见悟的 什么意思 假如我是慧能 我也不是今天顿悟 我也是经过历劫修行 历仙学位 慢慢才有今天 顿悟 好像我今天得到博士学位 我也不是今天得到 我也是 哇 修那么久 好不容易今天才达到 所以说他所谓的 没有顿 只有见 是指的 这个而言 你要看他过去 你不要看他 看他现在 好像他天真比我行 其实 那是因为他也是慢慢 step by step过来的 好像 好 第最后一个 说苦尽道 于尽苦之道 能知能说 下面说 诸佛由此等意 于众说法 而无所畏惧 故 佛说法明 无畏说也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出来 你看 陈伯不是一个人陈 他要在众生 世间跟众生接触 才能磨练 去除他的沉沙祸 跟无明祸 才能处理 变异生死 应该是这样 就是 因此说 所以我们讲 佛陀教育 就是佛陀的教育 是永世的 什么叫做 譬如说 这个环英心说了 佛说 一切众生 只有如来 智慧都行 只因妄想执着 不能争得 去除妄想执着 就无师之 自然之 什么叫无师之 什么叫无师之 不需要经过老师 为什么不需要经过老师 我们不是要跟老师学吗 为什么不需要经过老师 为什么 佛也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也跟过很多老师之师父 为什么不需要老师 无师之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是本质具足的 老师是真上源 帮助我开发我本质具足的东西 并不是老师赐给我的 并不是佛赐给我的 也不是老师赐给我的 我本来就有 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老师怎么样 作为天才火的 可以知道意思吧 所以无师之不要误会 没有老师 佛没有老师 没有老师叫独觉 独觉就是我没有老师 我看到花开花落 我就物出无常 那是独觉者 所以他的无师之的意思 叫这样 自然之就说 我本来就有了 法尔具足的 这是佛法用的名词 自然之不是讲自然 是法尔具足的 只是说我不知道 我借着书本修法老师环境 把我本具的东西开发出来 所以叫做本质具足啊 六十三言讲 本质具足什么意思 这个都是我们本质具足的 这就是无助涅槃本质具足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 再慢慢回复到 本来的面目 就是我本质具足的 开发我本质具足的 如果不是本质具足干什么 那就是有真有减哦 为什么说不真不减 不够不净 不生不灭 本质具足的东西不能加一样东西 实际礼利不染一层 佛师门中不舍一法 我没有佛师学位 我修佛师学位 那是我修来的 我本来不一定有哦 可是佛的博士学位 我这比喻哦 是我本质具合 不是外来 不是外在的 我不过是开发我本质具足 如实而已 要这样误解才 理解才不会误解 是这样 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说 佛他自己说 他没有说任何是吧 他就是 不是开发我们本质的佛师 你可以这样理解吗 佛师他没有说任何的 怎么理解是你的自由 佛师这样子 因为我们都是二分思维 我为什么说那句话 一个是开玩笑 一个是解释 我要这样解释 为什么不可 他本来的意思 他本来意思就是说 佛师说了很多法 对不对 可是别人就会说 好像你有说法 其实我说的这个法 大家都有的 我能帮助大家吗 你本来就有的 那我如果说 执着我有说法 那不是执着有吗 我说没有说法 不是执着空吗 我说了法 说我没有执着空 就不着空 不着有 不落两边 我才不会自我局限 我说没有说 我说说这两个都两边 我们有实角 是两边才有实角 有看见有看不见 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 有时间有空间 都是两边 我们永远活在两边的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没有忠道义 忠也不能执着 我的就是诞忠 所以佛说了一切法 然后说我没有说法 就对他来说我没有说 可是对众生来说 这些本来我们就有 不是佛送给我的 不是我本来没有钱 那他救救我一些钱 然后让我很有钱 不是啊 是我本有的 就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因为他如果不是你本有的 那就是心外有法 不是本有的 就是有真有减 就违反这个基本逻辑 听懂没有 很重要 注意啊 所以说了这些 就是这个意思 不要误解啊 我们 我说的不过是 佛法本来怎么说 回他本来怎么说的 那个法尔的理论而已 可是我们看成有时候 会看不懂 会误解 不是佛没说清楚 是我没有看清楚 所以这就是审问 对不对 你的问题是审问 怎么样 所以佛也就是要不落两边 不说法不行 说了法会执着 也不行 因为这两个就是两边 因此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平衡点 是这样 佛都不执着 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当然也不能执着 有法 这样子 好 这边就看 刚刚谈到这边就是 跑掉 跑掉我们现在就先 先不管它 我们现在 先讲一下 实如事 一心十戒 实如三千妙金 这是天台特别有的 叫一念三千 的概念 注意到 这些表 刚刚的这个表 都是二刻和解 里面的 各位特别查得到 我们佛都教人会有印这本书 什么叫二刻和解 就是招募克松 是以前丛林制度 那么就有要招募 早上晚上都要送的 叫二刻 那这个二刻中呢 就是把所有佛教的重要的精神 把它浓缩在二刻中 所以说 上次跟各位超级讲了 就是最近考了一个硕士论文 就说论文就是他讲到有关 事实的观念 他不是在讲说 二十四节气的养生之道吗 有没有 然后就是 有的老师劝他说 我们是 佛教的 思想不是讲营养 这个 食品营养 怎么怎么 那后来我就建议他用佛教的四食观 食就是吃饭那个食 注意到这个观念 因为佛教的宇宙观跟一般不一样 在欲界众生 有饮食 我们现在吃饭三餐 有饮食 维持生命 欲界众生 饮食难以睡眠这三个 色界众生就是四餐 四餐天的 初餐 二餐 三餐 四餐 他们没有饮食了 不是欲界了 他们不需要饮食了 不需要饮食怎么办呢 就靠着 禅月为食 禅定功夫 就是这个食的概念 滋养身心的 不是靠着吃饭睡觉 他们的逻辑 我们正常人 一定要吃饭睡觉 这不需要辩论的 可是呢 色界众生不需要吃饭睡觉 也没有男女之相 就是靠着禅月为食 然后再高 就是无色界 只靠着有一个神事在 就是阿赖耶诗 叫做事实 事实 事就是见世的事 事就是一个神事 就是一个灵魂 一个精神体 那个食 可是因为没有生相 所以叫无色界 无色界有四天 最高的就是飞翔飞翔 虽然到无色界那么高 还在轮回之中 因此呢 我们在招牧客颂的时候 要跟鬼神到天界 要怎么样 都要跟他结缘 为什么有放猛山 如等鬼神众 我今世主共 死时骗时方 一切鬼神共 就是放猛山 跟猝使 猝使猝气 所以说 我们在参与老法师那边 晚上都要放猛山 要跟鬼神戒 怎么样 跟众生结缘 帮他们朝度 帮他们结缘 是猝使 就是我们修行的 我们看不见 但是广结善缘 所以叫跟处死 就是跟死有关系了 还有呢 跟天界 跟天龙八部 他们说闻香啊 干什么 都要结缘了 所以这个 当然还有佛 我们开始早课 还有念什么 卢相战 有没有 对不对 我们叫念一宴 诸佛献全身 如何说 所以这里面 就所谓的招募客颂 所以佛教做的这个礼仪 全部都是有他道理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们只是 刚确说是照本宣科念 那为什么还念 不知道 还有 我刚讲考试还没讲完 因为这个 同学就是说 因为他那个食物要 因为是饮食 因为饮食我就想到 有断食 就是早餐午饭晚饭 有猝食 有私食 有适食 有适食 就把他的饮食 把它从一个平面思考 变成一个立体思考 这佛法叫做立体思考 这是我们的一种思维 也是一种见识 这佛教的见识 有人说 老师你怎么知道这个 我说有佛法就有办法 就是佛法讲的 不是我创造发明的 是佛法 我们见的佛法 能够把你那个 行而下的吃饭 那个饮食 已经变行而上 若饭是当年 法徐充满 残缘为食 已经变成 私食了 变成私食了 这样 可是在这里面 他是按照天台指观 有个叫五条 调饮食 调睡眠 调生 调息 调心 所以才叫天台五条 可是呢 这个考虑的时候 一个口考委员 一个口试委员就问他了 你这个是讲天台 可是你里面讲了很多东西 你跟天台没关系 我们是根据什么 后来我带他回答 他没有办法回答 我说二课和解 二课和解里面 诸解二课和解的是谁呢 就是天台的祖师 心持法师 不是哲大师 哲大师那时候还没有二课 心持法师 还有心 心是高兴的心 词 词 可见怎么样 注意哦 这里面有天台的思想 有禅宗的思想 有还有密宗的思想 还有禅宗的思想 还有华言的思想 诶 十大院啊等等那些 若饭食是当院中心 那是华言思想 就是说二课和解 已经是我们汉传佛教 极大臣的一本 佛门招募客颂的 极大臣的东西 我的意思就是说 老师提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你怎么回答他 你明明说天台怎么跑 这个出来呢 因为天台已经怎么样 后来这个汉传佛教 已经互相 中派跟中派之间 已经互相融通了 都在禅宗招募客圣中 所以禅宗有时候也跟进度中 还有进度中思想啊 到后来还是往那极乐啊 全部都有的 禅宗双修啊 对不对 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 才能回答 刚刚那个老师的话 这是我们后来有的 所以这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这里面都是他的逻辑 我们研究学问就是要审问嘛 你为什么这样子 你的题目这样写 为什么你会拿出一个 好像不相干的东西 其实好像不相干 其实有相干 就是这样子 那么刚刚是谈到 这个天才又谈回这个 一心十戒十如三千妙进 其实这是天才的一极切的概念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后面说 我刚刚的解释 讲个半天再解释 二克和解在讲什么 大概是讲这个 平常我们念 但是照美熊科念 你真去问那些人 他也不知道 反正似乎这样子 我就这样念 可是为什么是这样 不清楚 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子 好 你看这边还有大忏悔节 为什么还有大忏悔 我们前面有提到 有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我这边 我常常会把很多 我们平常没有注意的 反正二克就是这样 我就这样读 其实是这样 一个 一戒申定 因一定发慧 戒定慧分不开 戒律里面多半都是 跟实战有密切关系的 有密切关系的 后面还有呢 戒定里面跟忏悔也有关系 所以我上次说有一个 刚好一个学生写了忏法研究 有四忏有理忏 四忏是外表忏 理忏是要真如空心的 根本的解决 叫理忏 理就是本体的 空心的忏才能达到五六 四忏就是外表 形式上我忏悔了 但是没有完全干净 干净就是理忏 就是他 可是还有一点呢 就那位考生我也问他咯 就说 咦 嗯 他说 这个忏法 忏法研究啊 这个忏法是根据 历史怎么来的 我就问他 我上年讲过说 我们杀人没放火 没放火 为什么要忏悔 忏悔是我做了恶才要忏悔啊 就那学生回答不出来 根据历史 历史为什么这样 后来我就告诉他 忏法是各宗各派都有忏法 讲戒律往往都跟忏有关系 还有一点很重要 没有成佛以前永远要忏悔 并不是我犯了什么罪 因为成了佛才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些都是我们本具的 我没有达到我本具的东西 就是我还差一步 我还有一步要忏悔 因为那时候我的根本的本来就是这样 我没做到我的本分的 那个我当要忏 我才能完备啊 所以这是忏的一个精神 我不知道各位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这个忏的意思是必须要到 无名或断经才不需要忏 简单说就是这样 最忏悔就是法尔应该如实的 世众弟子学佛都是要求忏法的 不管你哪种哪拍都如此了 我问个问题 因为这是我有一个同学他在问 他有去探工那边学那个蒙山诗识 他每天就是要睡觉怎么会去 就有一次他看这也没有做 所以晚上脚就给人家拔了 会 就是说蒙山诗识 你既然做了以后 到时候他就会给人家索取啊 你没看到他而已啦 所以有人说我万一要出国要干什么 我要跟跟这些人忏悔一下 说对不起啊我要去干什么 如何如何 帮他回向一下 然后你出去 出去了以后 我可以比如说我跑到美国去 到大陆去干什么 我到时候我也可以稍微的 因为这样子 如何如何 以后我再回来补 跟我在外面 因为有的人他不能渡海重洋啊 有的人他去不了啊 可是他到时候来了就说 我每天都在你家拿这个 你今天没有出来 不是就就就就 欠我 嗯 可是你做这个看时间就是说 做到后来你可以省检一下 可是意识要到 对不对 不一定说我要做一个小时干什么 对不对 我没有时间 那我把它浓缩一下嘛 就像心臣则灵嘛 是这样子嘛 有的人说居行事嘛 这样 好 刚刚是谈你看 这边有个大忏悔结 为什么二科和解有忏悔结呢 就是这样这个意思了 所以各位看啊 千一把动全身哦 光解释这个还没写之前 就解释这么多 在里面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 无人现前一念之心 就具有实法皆 什么叫一切伪心造 比如说我现在一念称心 就跟第一道相应 我一念贪心 我就跟恶鬼道相应 我一念痴心 我就跟畜生道相应 我一念五戒心 人道相应 我一念十善 天道相应 我一念四地 生人相应 十二因缘 圆界相应 我六波罗密 菩萨相应 然后 后面就是佛相应 所以 就是一念心 如果你念念 都是菩萨 都是佛 那就是菩提心 大悲心了 对不对 所以方法就是改心念 最重要是在这里 一般人说 你们拜偶像 其实我们那个相是一个象征性的 告诉我 提醒我 如何如何 是这样的 我记得我刚好昨天就是看网络 他看到有一个人 学佛 从佛教转到基督教 我就去看了 我跨埋啊 因为以前我也是在佛教 到基督教 基督教又回佛教 我看看你在讲什么 他说 他有好多类似好几个 我去学 他说 这个人说 我从小就是生长在这个家庭 然后我们就拜佛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已经很久了 还有洞佛 点香干什么 那么 多少年也都是这样子 我的儿女都信基督 结果我不信 他欠我信 我不信 那么 讲了一大堆 然后最后再说 最近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 我有一块土地要卖掉啊 结果我就 求菩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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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小时 没用 没用 不行 连一个小时 也没用 连两个小时 也没用 后来呢 女儿就劝我 哎呀 你信基督嘛 信主这得救 结果呢 我就怎么办 脚踏两头禅 我也念佛 也念基督 七华麦 看哪个灵 还是不行 然后女儿说 干脆不要博法 彻底 她说 不要 你要彻底 把佛像也烧掉 全部呀 然后开始怎么样 开始求基督了 三个月以后 土地卖掉了 所以我改信基督了 佛不灵 我拜佛报了二十八年 我有事求你 你都不相信 所以我现在信基督了 不信佛了 各位听起来感觉怎么样 基督灵还是佛灵 这好像佛不太灵 各位注意一点 注意一点 我有以前一个朋友 都是年轻时代 碰到有一个朋友 都是学佛的 都很认真的 他有时候聊天就讲 唉 他那时候也很发心 我到处讲佛学 那时候 我们年轻时 各大学生的东西讲 结缘嘛 管教生人 哎呀 我这学佛也跟我有点complain了 我考博士班 我对佛法那么好 考博士班 考三次都考不上 这样子 真是佛对不起我 如果我这么幸福 你看我这么发心 都考不上 我怎么想 各位知道吗 我的想法跟他不一样 我今天考得上 考不上也是我自己的福报不够啊 该上 该一次上 两次上 三次上 都是我的福报 了凡事迅是什么 你知道吗 了凡事迅 他说你念佛那个白子黑子怎么样 白子就是我起个善念白 起个恶念黑 刚开始全部都是黑的 然后白的少 慢慢一半一半 一半 然后最后 黑的少 白的多 起心动念 我在学佛 好像在跟佛谈条件 有没有 佛 你如果敢不让我考上博士班 我可不信你 你敢不让我考博士班 考上 你的心根本不是菩提心 大悲心 你是计较心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的土地卖不掉 福不灵 我们在宗徒这一生也碰到很多责难了 那是我的业障 福报不够 我 了凡事迅 就是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我的起心动念不纯 你的学佛不纯啊 你是计较心 跟佛谈条件 对不对 那根本就不相应嘛 了凡事迅全部都算准了 有没有 到后来为什么不准呢 他把他的心念改了 他不是一种计较心 不是一种那种心 所以我们讲 学佛是无为的心 你要晓得前因后果 然后你要 转了命 那个字 他算我是这样 我举个例子 我不晓得准不准 我不晓得准不准 以前我算命三十多岁的时候 有一个人抱着算命 批八字 他说熊教授 批到后来 七十岁 就我七十岁 你这一年好好做个生日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各位知道什么意思吗 You may go now 你可以回去啦 你的寿命就到此为止了 我也不知道准不准 也许没算准 也许是算准 我现在已经过了七十岁 过了七八年了 我也没有做七十岁生日 我当然是随时准备 I may go now 但是我也不求说 你要让我升官发财 让我怎么样如何 没有啊 是这样 我稍稍过去生日夜 今天尽量修 起心动念如何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起心动念很不容易的 譬如说 我指导学生 我指导学生有的时候怎么样 学生我就告诉他 诶 这个资料要去查哪里哪里 学生跑去查 有的说 诶 老师查不到 查不到我家有这本书 这本书可能绝传了 比如说这个图书馆没有 这个图书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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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很多图书馆都找不到 也许决查了 也许胡萨古本也没有 我有的时候呢 说他查很多 我就帮他写了 帮他写了 诶 我们要写什么 谁做的是哪一章 哪一节 哪一行 哪一年出版 第几页 我都帮他写好了 而且里面这个什么意思 都OK咯 不仅是资料 这个资料里面有个什么逻辑 我都全部给他了 可是呢 我说老师 我在帮你写论文 可是呢 因为你不是不写 我是帮助你 而且这个学生对这方面 就刚刚讲的那个学生 他很陌生 可是他快要毕业了 事情赶不及了 我稍微就帮他了 帮了他就说 我人之意尽了 还要怎么样呢 可是我后来突然想 我帮你之后 你到底了干呗 你了解没有 我不知道 有一天我就问他 我闲得又干什么 他说 我不知道你闲得干嘛 我说你不了解 那个东西是我 你了解的是你的 我是当老师没有错 我帮助你 所以我后来就告诉他 为什么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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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知道我举个例子什么吗 一个就是说 我已经帮你写了 你反正能够pass就够了啦 我做老师责任就了啦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可是我另外讲说 我是帮你没有错 是因为这个因缘我帮你 我没有帮你写 你已经写了一幅 某些地方你可能还差一些能力不足 我帮助你 或者资料不足 那个逻辑不清楚 我还要问他 你要真正吸收之后 我没有白帮你 我可以 我只说我省事 反正拿给你一把写出来就好了 交叉了事 可是你要了解说 我帮助你是不说 我不能耽误你哦 各位了解意思没有 我是帮助你了 可是我要让你了解 不是我帮你应付公事 不是这样 所以后来我就加了一个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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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了好几个这样 有的不好 有的学生怎么样 你不需要 你稍微 他就OK了 稍微讲讲他就过去了 有的不是哦 因为这方面实在是如何如何 这个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一般讲 我人之意境了 你的动机 你要看对方的根据怎么样如何如何 你真正帮助他 就是说 我不是帮你钓鱼 我要告诉你如何钓鱼 这样才是我们做老师的责任才达到 对不对 你从某些地方讲 我已经帮助你了 你还如何 就是这样 意思就是说 帮助人也不容易 你要真正帮助他 那个才是 这就是儒家讲的 人行为为 对不对 好像你帮了人 可是你可能害了他 有的时候你要提醒他 对不对 所以你要了解 让他了解吸收了 那你的帮助没有办法 下次碰到这个问题 他晓得干什么 所以我们讲了说 这个是起行动念的 佛法是起行动念的学问 所以我们说 那些人从这个地方跑到 还有的也会说 他已经学佛很久 二十几年了 他说佛法很难 都是空 都是什么 都不要 这个误解了 佛法不是空 佛法是 无师是要尽量学 学到之后 行一切善离切 行一切善离切像 他不是什么都不要 而且佛法很难学 后面还有 你看 十年可以往生 你说极乐世界 他把极乐世界跟天混在一起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昨天刚好有一些学生 有三个学生 都是我指导的博士 一到差不多四十多岁了 就问他一件事情 问他一件事情 我说基督教讲十戒 就是我们的十善 那基督教是升天啊 我们佛教也升天 有什么不同 这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他们等一下都当老师了 有一个人问 我在网络上看到 刚好我在网络上看到 他们跑来 他说你们基督教排他去很强哦 唯一真神 真理只有一个 没有两个 所以呢 所以我们信基督 信了基督 其他都不要 这叫唯一真神 否则怎么叫唯一真神 真理只有两个 一个没两个 我就问他们说 哎 你要怎么回答 他们三个人都是点边 你忘我我忘你 不要跟什么回答 我就回答了 我说你看 佛教讲十善 天道是十善 初才也是十善 又一天也是十善 二善 三善 四善 八善 全部都是十善的 层次不一样 还有啊 华言经说 这我以前说过了 人的十善 声闻十善 圆觉十善 菩萨十善 神有好多层 你说的真理 教人说 我小学一百分 一百分是最高了 中学有一百分了 大学一有一百分 研究所一有一百分 这个城市又不一样 所以你想到十善 十善是一个很混沌的概念 可是它的城市有很多 所以你说的那些东西不够 简单说不够明确了 帐中别缘都有它的争议 比如说孔子讲的那些所谓发呼行指护理 喜乐乐乐发尔皆重解是一界众生的哲学 一界众生的标准 OK That's all 就是所有的道理大概到一个人能够发呼行指护理 到此为止 就完成世间人的圣人了 这就是人成的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 可是到了社界 就没有我们人间的喜乐乐乐 它是禅乐为时 那不是用喜乐乐乐爱无欲这个逻辑来想 所以欲界天有欲界天逻辑 欲界到底那就是欲界天至究竟天 社界到底就是世禅天 无社界到底就是世空天 那都有它的逻辑 佛教就很清楚 一般就是 反正我就是世禅 你我他都一样 不同 就像说我们一般来讲 一般大家都pass了 都是六十分 可是也有七十分 也有八十分 也有九十分 也有一百分 同样一般也有一百分 同样的世禅 世禅有很多不同层次 可是不清楚 佛教就很清楚 我不知道各位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所以你说唯一真理 就刚刚讲了 所以我说佛教十信十柱 十心十货上都要一百分才能 十信才能出柱 二柱三柱十柱 不能说我九柱我就跳上去 都是要一百分 到最后把四十一品无名破尽才能成佛 不能说八十分就可以成佛了 就无名破了八十 什么没有啊 一百分 少一个就叫做等约菩萨而已 各位了解意思没有 所以这就是说 它的逻辑 它的理论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随众生一所舍量 而一般就是说一个概念 就会产生这样子 所以说唯一真理 我是真理 道路 生命 基督教就是真理 道路 生命 所以我们就敢讲真理有很多 真正的真理是十项 十项 无项 无不项 佛法讲的这些东西才是所谓的实项 现在所讲的一些一念三千 那才是实项到笔的 它能够隆重全部 彻底了解 一丝一毫都不差 不会说这个佛是九十分的佛 那个佛八十分佛 那个佛是六十分佛 不是隆干宽 全部都一样 体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各种不同佛 它的不同名号 它度化了众生 它的因缘 各个有它的度化众生的这些应用 像跟用就有差 体都是一样的 这是佛教逻辑 大概是这样 OK It's all 宫庭老师在领大众是这样 变消三藏 诸凡 愿得智慧真名鸟 普愿罪障细消除 世事长行菩萨道 道远佛净土 三报四中恩 夏季三土 各有见闻者 西法普及心 吉之一巴仙 同仙几乱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